面前 Covid-19疫情爆发后 药局前的人潮成了台湾的另类景象 却也引发不少纷争 早上有人摆椅子 摆了椅子以后他跑去上个厕所 结果后面的人就不爽了 就开始就吵起来 就说要把椅子拿开移开这样子 有这种情形出现 为了防止口罩之乱 政府全面整搜控管 从2月6号开始 一个星期可以领两片 并采单双号分流措施 再隔一个月口罩产能到位 签了一周可以领三片 儿童可以领五片 同时也加速口罩地图的诞生 我可以很快找到家里附近 哪边有口罩库存章 因为它上面会显示库存 可是实际上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它也是都已经说没了 政府推出口罩实名制 人人都能领口罩 不过药局发放的时间有早晚之分 热门区域需求量更大 行政院正严你踩热点方式 利拼口罩实名制2.0上路 哪一些药局发放比较多 哪一些药局发放比较少 利用健保资料库的 资料的准确性 跟累积的大数据来做分析 利拼大数据分析 扩大热顶供应达到口罩供需平衡 才能打一场漂亮的防疫之战 大安新闻的时轩李建宽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